南韓新冠肺炎疫情連日嚴重 韓星幾乎輪流染疫 Stair Kids先至在上週 傳出漢疾張冰確診的公告 現在又爆發集體染疫狀況 8位成員中有6人中標 ESID率志和演員呂貞舟 也都因為確診分別延期了演唱會及拍攝行程 親視者12日晚間也傳出快篩出現陽性反應 在接受PCR檢測後確定確診 他已打完兩劑疫苗 而他主演的戲劇生的相機目前才播到第7集 不過根據還沒報導 他的拍攝已經全數完成 因此不會影響戲劇播出進度 他也將在家中隔離並接受治療 不過原定在16日舉辦的粉絲見面會 活動必須延期 而前陣子因為腳骨折開刀的全昭明 毫不容易收養恢復健康 卻在近日確診 所屬經濟公司22日才證實 他早在18日染疫 由於已經治療幾天 危機將在24日解除隔離 之後會繼續消化原定的戲劇拍攝行程 其實在全昭明確診當晚 讓Linman製作組在IG發表公告 因疫情關係上週改為播出特輯 並且試試考慮到出演者和製作團隊的安全而做出的決定 目前Linman8位成員中 唯獨尚未接種疫苗的充製效沒有被感染 希望大家都要健健康康才好啊